音乐 《低潭30》世思大会 思宜,截册903 謝西嘉,截册903,世蘇 各位嘉宾,各位《低潭先锋》 你们好 我们今天到的大会,思宜 她是戚冊903的細蘇 她是戚冊903的謝世嘉 歡迎大家來到領會樂富廣場 參加了由商業電台和領會 首次攜手合辦的 這個低碳30的誓師大會 其實領會一直都支持社區可持續發展 他也致力透過他們商場的網絡 將環保融入生活 就像他們去年首次有單車或單車工具的租用 有一個都市梯田等等 希望將這些環保意識一路全揚開去 而今天就會在這裡 下午12時開始 一路到明天的黃昏6時 首次舉行全港馬拉松式的環保綠色創舉 較早前我們就招募了30隊的低碳先鋒隊伍 另外他們每組四人一隊 另外我們主辦的單位也有身體力行 派出了兩隊 有領會隊和903的DJ隊一起參與這兩天的活動 這兩天他們就會進行很多不同的任務 走運港狗新界很多不同的地方 希望去體驗一下這個低碳的生活 不過要提醒大家,各位低碳先鋒 以及我們的隊員,盧盧和麻利 這個任務整天的比賽 這30小時不是鬥快的 所以你們不用飛奔地講究新界不同的地方 反而是鬥最安全對低碳 個別任務也會有他們的分數 累積最高分數的三隊就會勝出 最後勝出的三隊隊伍將會有機會參與10天的海外低碳之旅 去到哪裡呢?去到其他的環保國家作實地考察 兼且創由多個環保綠色的熱點 兼且就會進行暫身減碳的概念 以及這些方法將他們可以帶來香港 回到這裡是一個挺難得的機會 對!我們要開始這次的誓師儀式 因為你們即將要進行30小時的低碳生活 準備好了嗎?你們 要進行這個誓師儀式 之前我們要請我們的低碳老友上來 因為有很多朋友在這裡 來到這裡為大家打氣 我們現在就有請他們出來 跟我們一起打氣 分別有低碳老友黃遠之,宜販娜 還有低碳兄弟,SYOS 青澤、七七九零三的森美 小兒、梁文藝、Colin 還有雷霆伯伯一的楊美琦 阮子健、何飛鳳、葉宇晴 好,不如我們先請黃遠之和SYOS 跟我們討論一討論 給各位低碳隊伍參賽者吧 好,剛才你說不是鬥快的 我這個是要快的 是 就是平時洗澡可以洗得很快 就可以節省水 就可以做到低碳的效果 所以大家嘗試從今晚開始 洗澡比較短 快一點 來,他們那群男生全都很快 我們不洗澡… 你們還不洗澡… 對,其實幾天洗一次都很省水 兩天可以洗一次都很省水 很開心 謝謝Yvanna SYOS,Star呢 也是跟水有關的 大家在整個過程中 記住喝水 還有記住盡力而為 如果身體有甚麼不舒服 或是不舒服的話 或是受傷 記住找一些信任的人跟他說一聲 最重要是健康先 對,很低碳 最重要是找信任的人,那麼低碳 Jace呢 你的小挑戰是… 我們都會去暈眩港狗生戒 那就不要帶這些重物 否則就會沒力 省力…也是低碳 對,我提醒大家 要小心不要冷傷 特別是濕身時 可能下雨或很多汗 記得要換乾爽的衣服 還有睡覺時 儘量包著頸部的衣服 衣服、碎袋包著頸部的頭部 沒有冷傷 還有喝熱或高熱量的食物 就好了,保持著身體好 King 說到不要冷傷 其實怎樣才會冷傷呢 在清晨時特別冷 在清晨時一定要注意保暖 否則真的會冷傷 你這個低碳的貼士很好 接著就到我們的音樂 對,冷傷分兩種 一種是過濾性病毒感染 另一種是細菌感染 對 有兩種,所以大家要小心身體 多謝Dr.Sammy 對… 不過有一件事很重要的 就是我們今天暫時看不到 但隨時會再出來的就是太陽 所以希望所有戰士 你們都帶著太陽油,有嗎 有,好 然後不要讓自己曬傷 不然就麻煩 不過我都要提醒你 每一次都有冷自食 所有的太陽油 最多都是三個小時 因為你能保護 三個小時後要塗第二層 知道哪裡 好 所有少女如果發覺 自己的太陽油差不多 舊的話 找旁邊的猛男幫你塗太陽油 知道哪裡 又或者看到旁邊的猛男 還有太陽油就合上去就行了 不是,這些猛男會自動合上去 這方面的猛男會很努力 這些我合上去 大家一定要小心麻利 麻利一定會出動 不,但最大問題 為何我塗在這裡 我不會塗在這邊 好了,記住 小心你們的皮膚 否則很容易曬傷 這個是我帶給大家的 小儀的小提示又如何 是,看到我這些小人 我當然是特別細心的 所以也要提醒大家 帶一條小手筋 這條毛… 怎麼了,不要弄我 這條小毛筋提醒你 就是可以濕一下水 令它濕一點 可以大家降溫 而且又可以清潔自己 所以這條小毛筋是非常好用的 誰在說話 不覺得 我們幾個人打牌 我們好像三個人打牌 但副牌依然能打得到 真的很害怕 其實我身體旅行已經體現了低坦生活 我這麼小的 我用的布、穿的衣服 甚麼都比較小 我省很多 你… 你別騙人 你是短的 你是短的,不是不闊的 你是闊的 你是很闊的 你的褲子和腰圍比人家大很多 是嗎?有這種事嗎 道歉 是,我也效仿So 這幾年都… 不洗澡嗎 不,不洗澡也可以減碳 就是不吃肉 好 不吃肉也可以做減碳環保 我也有一個提示 就是讓大家營友 吃多一些果實、菊類和豆類的製品 因為他們可以給予很多鐵質、蛋白質 令你們有更多能量 可以增加這30個小時 大家記住吃這幾樣東西 好 你自己看到阿龍咬鐵嗎 他會看到鐵在那裡咬 Colin呢 我只要提醒大家 在完成任務的時候 要坐公共的交通工具 避免坐的士 因為坐的士是違反低碳原則的 原來是這樣的 即是你說我才知道 好 還有我們881的DJ 有甚麼小提示可以給我們 Heggy 我是楊明琦 大家去完成這個低碳任務 要去港九新界 應該會去很多戶外的地方 尤其是今晚去戶外的營地 很需要注意照明 因為要看清楚前路 最好大家要帶一些小手電筒 有些是手動的 非常環保的那種 因為很重要的是照明 因為看清楚前路 固然可以在路上、靈意外 大家也可以安全 順利地完成 整個任務 我是楊子健 大家記住,各位人有 要注意安全 人生安全最重要 不要獨行 還有要跟大隊 聽大會指示 記住,安全也是一種低碳 對… 真的… 她做健身做得多 說話也好用 好像在舉東西 好像在北韓那邊 何飛鳳 不是,我是… 那裡最低碳 是,我是何飛鳳 我知道所有營友都會有機會 去到郊外的地方 是 儘量避免不要穿拖鞋 穿球鞋、蜜頭鞋 節省一些蚊怕水 也不用被蚊咬,對吧 節省很少而已 拖鞋和鞋 差一點… 儘量不要塗 甚麼都… 也節省一點… 葉宇晴吧 我是葉宇晴 我希望大家在遊戲的過程中 一定要互相鼓勵、互相輔助 因為過程一定會很辛苦 考驗到大家有很多耐力、意志 所以大家一定要互相鼓勵和支持 以及在過程中 大家多些攜手一起完成這個比賽 這就是最開心 好,我們全部都有了 多謝各位 但大家都要留步 因為我們即將要進行一個 就是宣誓的儀式 這時候請我們的主力嘉賓 一起上台 包括是領會行政總裁 黃國龍先生 還有領會市場策劃及推廣主管 黃瑞華小姐 商業電台行政總裁 陳志雲先生 商業電台總經理陳正閒小姐 世界綠色組織行政總裁 如遠請博士 有請各位 另外我們請兩隊的低碳隊伍 分別就是低碳30 和DJ隊有叱叱903的Donald 還有 只是懂得漂亮的芭蕾 另外還有八百一的許晴 還有女婷八百一的洪樹兒 這個宣誓意識當然要包括你們的聲音 希望我們一起合力將這個聲音和力量 去承諾30小時內進行低碳生活 請在場的各位低碳先鋒 拿你們的刑刊出來 我們的宣誓詞都已經在上面了 另外我們還有就是低碳30分領會隊的 我們請他們四位一起上來 有Rock Lamb Victor Ho VB關和郭詠儀 好 各位低碳先鋒準備好了嗎 台上的嘉賓也準備好了嗎 好 好 好 我們數三聲了 好 就一起將我們的宣言讀出 大聲點 1、2、3 好 大力揮 承諾加入低碳30 全情投入 全心體驗低碳日常生活 跟全體隊友一起堅持 堅守 為世界環保運動出一分力 我做得到 太好了 謝謝各位 也謝謝台上那麼多位嘉賓 請各位繼續留步 是 宣誓之後我們有一個敲鼓儀式 看到台上的大鼓就是… 希望一聲令下之後 大家就進行徹底地的低碳感受 也請我們那麼多位台上的嘉賓 稍而欲捕 儘量接近大鼓 近一點,親近一點 也讓在場的記者朋友 來一個大合照 先看著正中央的記者鏡頭 是打鼓,不是打阿露的頭 好了,數三聲之後 我們就大力敲下去的鼓 出順我們的力 1… 舒怡,你敲阿露的頭可以了 這個位置就剛剛好 1、2、3 1、2、3、3 2、3 1、2、3 2、3 我們是馬拉松式的鼓聲 就是這樣維持30個小時了 沒錯,一直打到明天,黃昏6時 希望至於你的鼓聲鼓勵大家 在接下來的30小時 以你們最大的能力去實踐低探生活 好嗎 謝謝各位 好,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以前同時,我們請各位嘉賓稍而欲捕 因為我們跟低探先鋒 可以來一個大合照 我們就開始我們的低探30了 你們都準備好你們的刑刊 請各位嘉賓可以到台下… 跟各位參賽隊伍一起拍一張大合照 而我們這次的低探30 是有一個口號的 待會我們拍照之前 都一起喊一喊這個口號 口號,總共有八個字 是 低探生活 由我做起 不好意思 我剛才一直留意我們做儀式的鼓 為甚麼 我問小儀為何沒有帶自己的鼓走 小儀待會會上來領取 小儀,你拍完照後 你上來拿自己的鼓走 你的鼓在這裡 請我們的低探師傅 舉高你們的刑刊 或者選擇最有利的位置 在進行低探30之前 來一個大合照 留個念 非常激昂的音樂 好,各位 為了方便各位記者朋友 先看看你們的右手邊 右手邊 你們的右手邊 好 然後中間 然後左邊 回到中間 回到右手邊 好,謝謝 好,再來一幅 最後我們一起大喊這次活動的口號 剛才我說的八個字 就正式開始我們這次的低探30活動 低探生活由我做起 準備了 1、2、3 低探生活由我做起 謝謝各位,加油 低探30已經正式開始了 好,現在我們拍完這個合照之後 我們請兩隊隊伍上台,好嗎 有請低探30 DJ隊和領匯隊上台 因為第一個任務即將要開始 有請DJ隊和領匯隊 另外也有請阮小儀上來 可以拿回家 來吧 你怎麼這麼說的 他們即將會在台上進行第一項任務 他們在玩什麼呢 其實不只是他們 好像我們這麼多位的低探隊伍都要 你們都要的 現在是他們兩隊示範給你們看 好 其實就是在出發之前 第一個任務他們就已經要做了 就是要做這個… 阮旗 那跟大家解釋一下阮旗是怎樣製作 大會就會供應 你們大家都有的 就是一支木棍 而參賽的隊伍就要用環保的物料 去製作一支屬於自己的阮旗 好的 而低探先鋒你們也要的 你們呢?你們在弄了嗎? 弄了嗎 那支棍待會到你們手 好,你們有滾味嗎? 有 那支棍有很多 好,那現在開始了 對,你們可以開始做了 好,已經完成了 因為時間關係… 這個最低探 這支棍很出奇 其實真的不是鬥快 你們希望用最低探的形式 去完成這個任務 而他們在台上示範給大家看 這個時候是由他們示範的 但我又挺想參與 我看到領匯隊其實正在剪紙 雖然是低探 但你們也要用最低探的形式 去實踐你們覺得很漂亮的設計 而且我們的低探指控 你們去哪裡 不,他們開始弄了 記得擔傘 你們也要弄了 而為了配合今天的主題 我們場內是會有 低探三十綠色嘉年華 當中你看到有綠色攢位遊戲 有upcycling的展覽 以及一些綠色工作坊 讓道場的市民一起參與 也可以免費體驗低探的樂趣 可以玩一下我們的綠色攢位遊戲 還有機會免費獲得有機梳坐一份 今晚就可以煮健康營養有機餐 齊齊可以低探 那麼現在我們的低探隊伍 就各自散了 你看到他們去組隊期 也都在這個時候 請我們的嘉賓 一起去前面的綠色嘉年華 走一個轉 也都衝心希望大家全程投入 接下來的三十個小時 透過連串活動 去身體力行 體驗低探生活 另外除了各位參加的朋友 可以體驗低探的生活 也都希望你們把低探的精神 全揚開去 讓你身邊的朋友 親朋戚友去知道 如果他不在你身邊怎麼辦 其實這個世界有很多方法 是吧 你可以在Instagram拍照 又Tag我這個低探三十 自然就會在我們8001903專屬版面上 就會看到你們的照片 除了Instagram之外 又可以Facebook 又可以SMS WhatsApp 甚麼都可以 總之將這個低探的精神 告訴你身邊的所有人 希望大家也可以為地球 為低探的生活 出一分力 而明天的黃昏四點半 同樣在這裡 就會有低探三十的閉幕音樂會 我也會在這裡 你也會在這裡 對,到時我會在這裡 你也會在這裡 魯撈、瑪莉和我們的隊員 相信你們也會在這裡 對,因為… 謝世嘉也來了 我要低探 她答應了說來 但明天有甚麼看 現在就告訴大家 有謝世嘉 出席的歌手 包括有… Yvanna、黃遠芝、C.O.S.A 洪門卓立 表演這麼熱 都穿這麼厚的褲 謝世嘉會 真的嗎 是不是燈芯湧來的 我都沒有流汗 你看你整身汗了 還有就是洪卓立 Suppermoment 藍逸邦 Dear Jane 還有蓮詩雅 Edgar 許靜韻 還有周美欣 那…